戴上手套 拿起夹子再脱个垃圾袋 一切准备就绪了 就一起来探索巴生老街 不过说好事到老街走走看看 怎么还会戴上这些道具呢 原来这群大朋友和小朋友 是要以巴生火车站作为起点 准备把附近里带的垃圾统统捡走 这场由一群志工团发起的 Jalan Jalan Clan 发生历史户外学堂 吸引不少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参与 但是星期天一大早 又被拖出被窝拉出门 弟弟妹妹知道来这里 是要干嘛的吗 捡垃圾和做环保 弟弟妹妹算是拿得一半了 不过除了来做半天的 自愿清道服务 主办单位也希望 能够透过这场巴生老街 免费导览活动 让外地甚至是道地的巴生人 可以更了解 正在慢慢被遗忘的老街风情 我们做免费的导览 但是我们希望来参与免费导览的人 可以为这个社区付出 边捡垃圾 然后一边听我们讲解这个巴生的故事 所以若古潮之外 意外的巴生依然精彩 它还有很多的故事 那条铁路很重要 因为它是全马来西亚 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火车铁路 从巴生火车站到百年洗米仓库 再到印度回教堂 参与的民众一路上 是一边听着导游讲解 一路上也不停地捡起在地上 在水沟旁 小巷子 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的垃圾 我不想捡那些有四四垃圾 我想要用夹子 可是我不想要用手套 我妈妈也要跟我 我妈妈也想 我妈妈也想跟她的孙子 一起有活动 所以反而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家三代同堂 都可以做一些同活动 然后我们过后有同样的话题 大伙走走看看 巴生老街从以前到现在 已经很不一样了 就算是已经在巴生 打砖好几十年的民众也说 过去曾经熟悉的这些老街风貌 现在对他们来说 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起初来的时候 这里全部都是很多巴骨铁 但是现在来了 变成不一样了 放下脚步是用脚步行的话 看到的东西跟体验的是不一样 跟我们驾车经过的 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之前是对巴生 有一个比较表面上的一个认识 现在经过它导览过后 其实才知道它里面的 还有一个更深的故事在里面 老旧的建筑 曾经辉煌的老店 一个个慢慢陨落 渐渐消失 但愿满怀古早味的巴生老街 不会因为人们贪图方便的 随手一丢 就淹没了最后仅存的 一丝锋芒 2 2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